当年的父位们 艰苦创业 太可能这片荒地 有水的地方 还有农业 我特别喜欢新疆的这种辽阔 第一次是撤退回来 义无反顾 对 路上的奇遇特别心 梦想从新疆开始实现 清晨或者黄昏 这座城市的市中心广场 总是最热闹的地方 人们汇集到这里 享受幸福的时光 而就在人们身旁 广场中心的纪念碑 和周围的雕塑 透露着这个城市的秘密 看 肌肉的突起 就是力量的象征 看着这个雕塑 就让我们想起了 当年的父位们 他们艰苦创业 艰人不拔的精神 开垦了这片荒地 我到过许多地方 属这个城市最年轻 它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1960年 诗坛太刀爱卿 写下这首筷子人口的诗 《年轻的城》 送给他心中最喜爱的一座城 这座城 有个质朴的名字 石盒子 石盒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的第一座城市 一座壁滩上建设出来的城市 石盒子的城市发展历程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几十年来艰辛拓荒 改天换地最形象的缩影 石盒子之后 冰团已经建设起 十一座显代化的城市 依托着这些城市 冰团人的磅磅壮阔的精神 仍然缓发着恒久的魅力 回望近七十年的历程 在磕壁滩上建城市 几乎是一部人与水之间关系的历史 水是一座城市的命脉 更是新疆的命脉 今天我们就即将讲述一条河流的故事 这条河是石盒子的母亲河 藉由这条河流 我们可以见整颗地沙漠 遍绿洲的奇迹 可以看到几代兵团人 改造自然的传奇 新疆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珍贵重要 在新疆除了二七四河最终流进北冰洋 所有的河流都是内罗河 他们源自雪山冰川 在戈壁和沙漠里蜿蜒 最终消融在茫茫荒漠 在新疆水和沙的抗争 已经持续千年 194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 1950年元旦刚过 天山冰雪尚未融化 王震将军就带领农业水利专家 骑着马匹 溯源而上 考察天山北路的马纳斯河 他们要为屯肯戍边的将士们 选址定点一个永久的指挥中心 此时的石盒子 还是一片戈壁荒滩 而王震将军 正是看中了这条河流的丰富资源 看中了他冲刷出来的平坦地势 于是在派勘测队详细勘测水人之后 王震将军豪情万丈地说 在这里建一座新城 留给后代 这条河就是马纳斯河 这条发映于天山山脉的 长越504公里的河流 由南向北 流近200余公里的山区之后 在天山北路汇聚成河 在流过山脚下的重击平原 最终笑容在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 它是准嘎尔潘地流量最大 流程最长的内陆河 正是马纳斯河 创造了后来所有的奇迹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从马纳斯河的源头 开始说起 天山山脉中断 在伊莲哈比尔嘎茫茫雪峰中 藏着数百条冰川 马纳斯河的源头就在这里 黄铁南 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主席 也是中国首登新疆 伯格达峰的著名探险家 这次他组建了一支私人探险队 他们的目标是进入天山深处的伊莲哈比尔嘎雪山群 沿着当年王振将军派出的勘测队的步伐 追寻先辈们的足迹 马纳斯河的上游支流众多 主要由两条河组成 清水河与洪沟河 王铁南此次选择沿清水河探源 这也是当年勘测队选择的路线 马纳斯河的源头 已咸有人烟 即将进入无人区 王铁南一行在最后的牧民家里 准备出发 自1950年之后 此地已经多年无人造访 王铁南的探源之路充满着未知 今天要去的大雪山就是伊连哈比尔嘎山 它是冬天山的一个分水林 它的溶水可以流到塔西河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塔西河 它的一边还流到马纳斯河 伊连哈比尔嘎山东西向可能有30多公里长 这个溶水量非常大的 天山山脉脉融化的雪水在山谷间汇成积流 自东向西沿天山脚下划出生命线 远远不断的天山融雪 输送给下游的科比绿洲 affen河上升 西河 ・汪 西河 西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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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路過那個路 路快了 走七八公里那個路上呢 在一段那個路呢 馬道呢就塌方了 馬要從水裡面 河道裡面走 那個河道裡面呢 全是特別大能暖石 他們就害怕馬在過河的時候呢 腳呢踩到石頭縫裡面 馬腿就變斷了 剛一進山 危險與磨難就隨處可見 王鐵南的馬雷真真切切地體驗著 幾十年前 前輩們的開拓驚喜 終於過了河 探險隊又迎來了新的挑戰 高山打坂 馬上不知往這個地方不開 過去山河就沙爾達拉 沙爾達拉就是清水河 沙爾達拉打坂可能海拔四千米吧 我們附中翻過去 無安全 打坂是高山崖口的意思 對徒步探路者來說 往往是最艱險的旅程 搬上打坂 馬那斯河的源頭越來越近 今天十一點出發 經過七個小時的攀登 到達了這個分水裡 這個打坂的西側呢 是一個大的冰川 就是馬那斯河上游清水河源頭的冰川 我們等一會兒要沿著這個冰川 下去到這個清水河裡面 下山途中暴風雪昼致 王鐵男不得不在半山紮營 等待雪停後再出發 風雪漫天山路險峻 也許當年溯源考察的先輩們 也經歷過如此的場景 風雪過後 順著清水河苦向南方看去 雪山盡在眼前 王鐵男決定進發冰川 從這一天起 無數軍墾先輩們 心知向往的 馬那斯河源頭的神秘面紗 將被再度揭開 南方 sta有人擁心 第一冰川 我们终于到达了伊莲哈比尔嘎山冰封群的脚下 现在这个大的冰川就是清水河沿途的冰川 也就是马纳斯河沿途的一个大的冰川 冰川的长度54公里 关有500米 王铁南终于看到了伊莲哈比尔嘎的最高峰 顺着山峰攀登 那是只有勇敢者才能企及的地方 雄壮的山顶终年积雪 这是马纳斯河生命的起点 是绿洲与生命的源头 也是生活与希望的源头 就在上世纪50年代 看那马纳斯河水源的先辈们 也曾同样仰望着这座出离云端的风底 从那时起 一座戈壁新城的诞生 蒙发之洋 一段人与水的几十年的故事 也就此拉开序幕 马纳斯河就这样从巍峨天山奔涌而出 即将补于天山北坡的戈壁绿洲 而马纳斯河也是一条脾气难以捉摸的河流 春夏雪山溶水最多时 狂暴的洪水可以冲刷出几公里宽的河床 一路摧枯拉朽 而一年中大部分时候 河水却只是河床中的一缕境内 无法满足最基本的农业耕种 为此 在马纳斯河上修建了三个水文栈 实时检测来水情况 没摇水文栈 就守在马纳斯河即将出天山的地方 它是这里的第一岛关卡 为马纳斯河把脉 半夜两点 马纳斯河一天中水量最大的时刻 也是韩顺斌和同事们最繁忙的时候 他们要抓紧时机 准确测量上游的来水流量 七八月基本上是每年 算是最热的两个月 山上的积雪 冰川 融水融化了 流到我们这儿 每天这个最大水来的时间 一般就是凌晨的两点到六点时间 你给擦到了 我没掉了 通过扔浮标测量河水的无数 进而可以推算出上游来水流量 今晚水流湍急 未得到相对准确的结果 他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测量 好了 抓到了 准备第三个 一般是七点五十到气象场 观测每天的气温降水蒸发 早上八点 上午十二点 中午的十六点 下午的二十点 晚上的零点五段次报这个实时的水位和流量 马纳斯河 马纳斯河大约三分之一都在山区 没咬水文站就位于马纳斯河的主干流 洪沟河上 这条河流贡献了马纳斯河全年水量的百分之九十 因此水文站提供的水文观测数据 直接关系着马纳斯河流域的 98万人口生活和554万亩的肯驱灌溉 几下场内的这个杂草不能超过二十公分 都是我们自己干 37岁的韩顺斌是土生土长的兵团人 2013年就来到了梅窑水文站 今年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 因为那会儿刚大学毕业 就是反差就特别大嘛 以前在城市里面嘛 一下子突然就来到这个这样子的地方 确实不适应 是一个比较程序化的工作 每天也就是那么几样 我们这个工作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孤独 这么多年过去 没咬水文站 只有韩顺斌和三名同事轮流助手 他们精准详细地记录着 马拉斯和母亲的每一次脉搏绿豆 但是儿子有个头的工作 而且是整个病毒 你现在开始偷懵了 要脷懵了 要脷懵了 因为我真的没有脑粿 我就是说 那脑子λλ脑的 虎晨 這是一艘帆船 這是一艘帆船 大帆船 你看到沒有 送給你好不好 韓順斌已經好幾個月沒回家了 家人總是只能在手機裡相見 好 拜拜 拜拜 門窑水文站已經有70多年的歷史 這裡幾乎見不到人煙 與世隔絕 第一年去工作的時候 我的第一任站長 他就教我做飯 因為我們這方圓五公里 十公里都沒有人 這個工作情況就是你必須得回做飯 曾經的韓順斌 也和大多數來這兒的年輕人一樣 無數次想要離開這裡 18年前的一次特殊經歷 讓他一直堅持到了現在 連續降雨了兩三天 就整個河道裡面全都是漂浮 就各種各樣的樹枝 木頭 那也是第一次見證和經歷 2016年 溶雪與暴雨疊加 馬納斯河夾帶滾滾沙時 衝出山區 10點多11點的時候 就已經淹到腳脖子很強 一、兩點的時候 水已經從窗戶裡面就進水了 我們就一直在斷面中間堅持 他們及時向下游城市肯驅通保 想到了提前防空的寶貴時間 經驗緊張2016年的大事 韓順斌也理解了他們駐守在這裡的意義 水溫按我們的行話來說 它就是水利的耳末尖冰 好 下降 下 繼續下 韓順斌和同事劉東陽又開始工作 依舊重複著每天的內容 好 上升 好 直接到頂 直接到頂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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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 就是一條由大自然和人類接力的生命線 為了水 一代代的人守著它 也呵護著它 下降 講完韓順斌的故事 讓我們的視線 暫且離開一下馬那斯河 來注視緊鄰著它的天山北路 一條更險峻的河流 奎屯河 同樣發源於伊連哈比爾嘎山的奎屯河 無數條冰雪融水 沿勾勾河河 從山上沖下來 在更為兇險的峽谷中 跪成一股巨流 源源不斷向北流去 這座《奎合之魂紀念碑》 為了紀念79位治水犧牲的英雄 也記載這一段 冰團人同洪水和冰林殊死較量的特殊經歷 冬季的奎屯河極易結冰形成冰壩 導致堤防潰絕 洪水氾濫 為了疏通結冰的河道 冰團職工們需要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河道上 不分昼夜的人工打碎冰壩 這就是打冰 冰面一滑 打冰人稍有不慎 滑進冰冷的河水 就會危及生命 多年來 只為保障水渠的暢通 已有79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華天 你得撈上我棒子 我先下 好 送 好 嚴流英 奎屯河河道管理站的站長 他每天的任務就是巡护河道 八爹 你看見那個最前的地方看到沒有 上面那個煉峰看到沒有 這要下鮑魚 那個地方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兩邊同時坐下去了 行程也在乎 沿奎屯河新龍口上游 進入天山 有五十多公里的河段 河道陡峭縣均流洶湧 因此在這裡每隔十幾公里就設有一個巡护點 沿流英 負責的正是最兇險的一段 他已經在這條河道走過了三十五年 在這裡有他永生難忘的記憶 1994年7月13號 那一天我記得特別清 冰城六點 老輪口樞紐工程也沖開了一個八米寬 二十米長的一個大洞 那要是那個大洞要是不趕快把它封上的話 那個樹蔭露縣就很危險了 山洪來勢迅猛 老龍口面臨隨時被沖垮的危險 情急之下 嚴流英和兩位同事 鑽進泄洪區底下搶救 正當我在那個洞裡面 往那些層裡面放石頭的時候 就感覺一陣風香 就啥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等了多少時間 好像醒了 才想起來給我滴石頭的蔡衣龍 我就喊他 我說蔡衣龍 蔡衣龍 沒人回答 我就喊 無聲見 無聲見也沒人答應 兩位隊友在這次搶檢中不幸犧牲了 無法再回應嚴流英的呼喚 從那以後 嚴流英再也無法一個人待在黑暗的環境裡 這次意外 嚴流英也被混凝土打斷了幾樑 但康復後 她依然回到了巡護河道的崗位上 我感覺不會換其他工作 我們的戰友 她就躺在了葵城河 她的醫院 就是把她的鼓勵打到葵城河 不久的將來 嚴流英和她的同事們再也不用行走在懸崖峭壁了 作為國家172項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冰團奎吞河飲水工程 就要完工了 這個工程會徹底解決奎吞河流域 長期的防洪飲水安全隱患 改善下游 面積近二百萬畝土地的灌溉 沧海桑田 時代在不斷前行 而奎吞河普玉的越來越豐饒的綠洲 將是對長年於峽谷中先輩們的最大告慰 水就是這樣 它是大自然對人類最寶貴的愧贈 也需要人們憑藉勇敢與智慧 是和諧共生 讓我們再回到馬那斯河上 從鴻溝上的水紋站順流而下幾公里 河谷豁然開闊 巍峨的天山漸行漸遠 攜帶大量泥沙的湍起雪山溶水 平靜下來 握一到石門 我們就看到水面平靜寬闊的原因 這裡是肯斯瓦特水利枢鳥 越過肯斯瓦特水利枢鳥的大壩 河水進入了馬那斯大峽谷 在這裡經過千萬年的時光 馬那斯河切割出一條四十多公里長 寬闊壯彎的大峽谷 從這裡馬那斯河正式開始捕魚綠洲 灌溉農田 正式進入了人們的生活 孕育著人們的希望 幾十年來 兵團人不斷與戈壁荒漠抗衡 創造了人進殺退的奇蹟 但這仍然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新疆的乾燥氣候 水的蒸發量極大 傳統大水漫灌的方式 並不適宜新疆農業的發展 探索一種更適合乾旱新疆的 更節約水資源的精準灌溉方式 迫在眉睫 這時候要慢一點 這已經近了 剛剛太大了 這個 應該因為這個管子 它有印象什麼 回 回 回 這是位於石河子市的水工實驗室 引用鞍博士和他的助手 正在檢測幾種滴灌毛管的性能 你看這個 這個多了 正在滴水的一排排管道 正是解決節水難題的密碼 1996年 兵團作為中國的先鋒 前往以色列 將節水滴灌技術引入新疆 滴灌技術的原理 是通過在農田裡大量設置蹦站 和鋪設滴灌帶 將稀缺的水資源 經過科學家和工程師們 精準地計算 經過蹦站的精細控制 一滴一滴直接送到農作物的根部 從而精確地滋養莊稼 比起粗放的大水漫灌 滴灌將節約大量的農業用手 是一場新的農業節水革命 但以色列的農業革命 也有它的另一面 這是一場極其昂貴的革命 以色列的這個滴灌技術屬於貴族農業 它主要是用在附加值比較高的經濟作物 每五地它那個成本就一兩千塊錢 技術引進來了 但高昂的成本依然使得滴灌技術 無法在中國大規模推廣 如何讓滴灌適用大農業生產 變成普通農戶用得起的技術 這是全世界都沒有攻殼的難題 科研人員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開始的時候我們的確就是 從以色列剛引進 好多那個專利在別人屬裡 推廣棉花的時候 農民覺得就是已經成本比較高 我們單位就說單位不欠 讓農民先用起來 就這樣為了攻殼降低滴灌技術成本的難題 冰團一方面投入大量補貼 進行試點推廣 另一方面科研人員集中全部經歷 自主研發低成本的結水滴灌裝備 經過五年艱難攻關 在經歷了無數失敗和挫折之後 2001年冰團的低成本滴灌技術 終於迎來突破 現在我們做到了一米是一毛二 用我們的滴灌袋就是 節約用的水和肥料 兩個成本加起來 一亩地能節約大概一百塊錢 2001年 隱永安和他的團隊 引入數控加工系統 數字化的產業升級 在大幅度提高加工精度的同時 也將滴灌產品的成本 降低到原來的七分之一 這就是冰團科研人員 自主研發的低成本滴灌袋 通過這個迷宮一樣的 我們叫長城迷宮 一直到這兒 通過這兒滴下去 然後到豬的根部 成本下降的結果 就是迅猛的普及 從此 滴灌毛款編織成的龐大水網 遍佈一望無際的綠洲田野 我們這個滴灌用的650號 節約三分之二的水 我是第一次看見這個 你這個很多人水骨 怎麼裡面的水的 沒想到它才能弄好 看看看看 滴灌的引入 讓新疆的耕地增加了大概一倍 有一個綠洲農業 有水的地方還有農業 從此 珍貴的瑪納斯河水 再也不會被浪費 節水滴灌技術 也在新疆乃至全國開始推廣 它精準地滋養了莊家 節約了農業用水 而緊接著一個新的困境也隨之而來 基於節水滴灌技術的發展 探索出一種能夠有效溶於水的 固體滴灌肥料 成為期待解決的新難題 肥力就是我們有滴灌技術的一部分 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 1996年 尹飛虎是新疆農肯科學院一名技術員 他開始主供滴灌專用肥的研發 但這條路同樣艱難 當時滴灌肥料形態以液體居多 但液體肥料不易儲存 養分含量較低且成本較高 用某的肥料賺千塊錢能來受得了 一個成本高了以後 大米推廣是不可能的 而固體滴灌肥儲存方便 養分含量的可塑性大 更適應農田的大範圍推廣應用 但它不易如於水 並且容易導致滴灌帶堵塞 養分不均等問題 這也是國際上 一直都沒有功課的難題 當時國外也可以有這個肥料 不是他們沒有 當時水溶剩比較差 堵塞底頭 研發固體滴灌肥 最關鍵的是解決肥料中 零元素的水溶性問題 從1803年以來 就是我們做肥料的主視野 德國的黎比西 就發現了這個磷 在土壤裡面是不易移動的 我們要選一種不同工藝的 就是這種熱發磷色這種工藝 其實它在土壤裡面是怎麼運動的 大為是多大 那麼只要做同位素實驗 為了攻克零元素的水溶性問題 尹飛虎需要做大量實驗 但實驗材料具有強烈輻射性 每次實驗 它都要穿上又厚又重的防輻射千衣 很多人認為危險不願意做 這人體是有影響的 很熱啊那個這樣還穿進來 冬天可以 夏天穿上那個是那個漢紙糖 裡面都濕透 那都是這樣的 能承受得了 科研之路並不容易 但更難的是 不被理解的孤獨 剛開始是不認可 在河北做試驗的時候 老伯仙看到這個太複雜了 你弄個管子拉來拉去的 因為它那個技術沒配套 經歷過無數次失敗 但尹飛虎和他的科研團隊 始終沒有放棄 經過四年堅持不懈的努力 終於在2000年 他們研發出了一種新型的 全溶性滴灌專用固態複合肥 肥料可以有效溶解於水中 隨著滴灌帶 融入作物根部 實現水肥同溼 徹底破解了 解水灌溉的瓶頸 國外的比 一個是成本低 一個是水溶性好 我們都做到了 滴灌水肥一體化技術 使得每畝土地 節約肥料成本 百分之三十左右 農作物增產百分之十以上 此後尹飛虎帶領著科研團隊 優化和推廣 低灌水肥一體化技術 目前已推廣至河北 甘肅 黑龍江 廣東等十多個省區 種植面積達1.3億 並在中亞非洲等國家 事番推廣 這個灌溉史上的新突破 為全世界乾旱缺水地區 提供了一種中國模式 2021年尹飛虎當選農業學部院士 成為繼留守人陳學庚之後 兵團第三位中國工程院院士 他們在新疆大地上創造的奇蹟 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 馬納斯河灌溉了中下有百萬畝的田地後 終於來到了尾驢 像新疆所有內河流的歸宿一樣 發源於雪山 消融於沙漠戈壁 在這裡再沒有傾斜的地勢 水流散開 形成大片的濕地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 越來越意識到只有懂得與大自然分享寶貴之水 才能壓住不安分的沙塵 這一天 馬納斯河蘑菇湖濕地裡 來了兩位特殊的捉妖人 今天就在這一塊 王瑞和王穎 兩人都是自然科學的發燒友 距離有點遠 我們要不要再靠近一點 最近半個月來 他們早出晚歸 天天在這片濕地尋覓 可一直沒有找到妖精 今晚還有更重要的是 他們只能早早離開 我以為星期五學生都挺忙的 五年前 王瑞和朋友們創辦了野性石盒子 一個工藝性的野生動物保護組織 這些都是我們布設在珍眼嶺裡邊的幻想機拍攝到的馬路 這是他們舉辦的第60場講座 在這種地方出生的小鳥還有他們的蛋是不是很危險 隨便過來個什麼東西就把他們的蛋給吃掉了 王瑞和王穎在講座上展示的動物知識 多來自他們野外的觀察結果 而且都是石盒子本地物種 他們的尾巴 末端 都有一朵黑白相尖的毛 那我的問題就是 同學們覺得這一朵毛的作用是什麼 大家可以舉手回答 隨時把它那個主機給大家掃除 這個是黑毛經長裡面動畫圈裡變的那種 現實中不會發生的這種東西 這位同學 這是掃除他身上的 比如說他的和土 不不不不 我說他的那個 就不太清楚他到哪裏 非常好這個答案就是我需要 一會兒記得掌握完了來拿禮物 這些珍惜野生動物的影像和知識 讓熱愛自然的人們歡聚一堂 給你的望遠鏡 今天王瑞和王穎又急著出門了 出發了 他們收到一個目擊報告 妖精可能真的來了 今天估計會有他好東西 每年基本上都這段時間 適合有水庫的來一些奇怪的動物 每年候鳥千禧的季節 也是王瑞和王穎一年中最幸福的時刻 石河子地區水域生態逐年改善 便有越來越多的鳥 願意停留棲息 早上的話我們一圈下來什麼都沒有發現 其實是有點沮喪的 我看到了 嚇我一跳 真的 真的 那邊演出有一個藍色的房頂 爬在那個房頂下面 正當年這一排的中間 它現在已經開始走路了 我也看到了 看到了吧 看到了 太難了 我還沒聊我那懷懷 到了下午的時候 發現了一隻大紅罐 也就是火獵鳥 這個火獵鳥在新疆的話 也是比較罕見的一種過境鳥 我們會把一些鳥稱呼為妖精 就是說 這個鳥在本地非常罕見 然後找它的過程呢 我們就稱作多妖 可以 影片 馬那斯河流域的生態環境如何 鳥兒們是非用翅膀投票的 從一隻到三隻 從三隻到八隻 每一種犀牲物的停留 都是對馬那斯河流域的生態環境 新的認可 生態保護的意義就是 將野生動物它圓滿的棲息地 能夠保留下來 它們不是只存在於書本和紀錄片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野生動物的觀察者和保護者 幸運的是 越來越多的像王瑞和王穎這樣的年輕人 加入到了與水、環境、和諧共生的行動當中 水與人關係就這樣 越來越溫暖 充滿希望起來 在新疆 這個綠洲與戈壁沙漠爭落抗衡的世界 石河子市 這座永遠年輕的城 就是水孕育出的美好希望 也是馬那斯河孕育出的最大的城市 而這裡生活著這麼一群年輕人 他們著急彭博對未來滿懷信心 王子清 石河子大學競技體育運動學校的跆拳道教練 他和學生們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跆拳道全國錦標賽 做著最後的衝突 對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十日左右 富裕哥全國青年賽 這是我們今年最重要的一個目標和任務 高峰級別喜歡 新疆 作為兵團唯一一支跆拳道競技隊伍 即將到來的比賽承載著學校的厚望 石盒子大学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是兵团唯一一所体育专科学校 迄今为止 学校的跆拳道向 已在全国高校中走到了前列 在全国和全江比赛中 获得过110名金牌 但他们一直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 代表国家 站上奥运会的舞台 出头茅庐的时候 大家都想在比赛当中能获得成绩 慢慢慢慢自己的理想 目标就设计得更远了 变成了奥运门 2008年 王子清第一次参加 跆拳道全国性锦票赛 比赛出师不力 与参加奥运会的梦想 失之交绿 如今他留在学校当了教练 陪伴更多年轻人一路向前 正在听讲的 是王子清最看重的学生 李茂欣 即将到来的比赛 将是李茂欣第一次参加全国性锦票赛 如果能拿到好名次 将有机会冲击全运会 这是能够进入奥运会的入场券 但并用王子清忧心的是 比赛临近 李茂欣的状态却并不理想 一 四 二 三 四 最近紧不紧张 多多少少会有点紧张 最近比赛还是可以的 这里就觉得孩子都可以 做教练最不容易的 那天天就是操我那些 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特点 男孩和女孩又截然不同 比赛前期 学生们出现情绪波动并非偶然 为了更好的调整状态 王子清决定带他们出去放松放松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我希望逃离满天下 是最为我的一个目标吧 那肯定也是常见后浪推前了 那个我恨不得让他们 天天把我拍在沙滩上 一 二 三 加油 终于引来了比赛的时刻 虽然李茂欣 因为手不受伤 五点参加这次全国性紧标赛 但王子清带领的学生们 一路披荆斩棘 学生周西仪拿下了2022年 全国跆拳道级标赛总成绩第七名 走上了全运会的比赛舞台 竹梦之路 道足且长 这是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也是兵团竞技体育的发展车 而向梦想迈出的每一步 都牢牢地扎根在了生活之中 徜徉着希望 这就是马纳斯河的故事 有谁的地方还有农业 太难了 马纳斯河 形成于漫长的地质年代 汉代称龙骨河 元代开始叫马纳斯河 它留过自然史 留过文明史 它是新疆众多河流的一个缩影 更是兵团历程的象征 它讲述水的故事 本终究是兵团人艰苦奋斗 再创辉煌的故事